结束了12强赛之后,中国男足国家队重新集结准备41月份的两场热身赛。 11月10日,中国队将首先在广州同塞尔维亚进行一场友谊赛。 今天晚上中国队召开了赛前新闻发布会,主帅李皮又一次回到了熟悉的天河体育场,面对媒体介绍了本次国家队集训情况。 李皮首先表示,我们结束了试育赛的真诚,很遗憾不能以小组第三个身份去征战附加赛。 现在距离2019年亚洲杯也只有一年左右的时间,希望队伍能继续保持12强赛的精神面貌,不断取得进步和成长。 也希望球迷继续关注和支持我们,对国家队保持极大的热情,后天来现场为我们加油。 对于这次征调的球员,李皮也说到,有一些球员之前三线作战非常疲惫。 U22的6名主力球员没有得到征照就是希望他们好好休息,这些队员也将进入东亚杯的名单。 同样的,这期集训中一些训练非常密集的球员也将不会进入东亚杯的名单,会让他们好好休息一段时间。 对于如何解决球队的风险问题,李皮说到,确实优秀的国产前锋很少,因为在俱乐部中万元占据着绝对主力的位置,我们的前锋空间太小了。 但好消息是于大宝尚玉归来,东亚杯我们将在风险上带上一些新鲜血液。 当被问及如何使用张希哲,李皮直接说到,希望祖先能够给张希哲减薪,这要好的球员停赛这要求,这样不好。 国足上一次在广州热身是对阵菲律宾,这次的对手很强,对此李皮坦言,上一次在广州可能当时因为对手较弱,对于大家的吸引力不是很大,这次特意挑选了强劲的对手。 他们将征战明年的世界杯,后天会是一场高质量的热身赛,广州球迷在全世界都非常有名,支持着恒大和富力两支俱乐部,希望后天也见到大家,我们想找到尽可能强劲的对手,也希望赢下比赛,对阵塞尔维亚,我们不会严防死守,将打出自己的特点,加强固有的打法与镜。